41万件疫苗周三抵台这雨来得很及时 但要投入战线还要等至少5天 大家都很心急 尤其第一线的防疫人员更需要疫苗防护 这种进度也最新曝光 不过台湾目前最缺的就是防护力 3250万人口 台湾目前有72万剂疫苗 这比例让人看了实在忧心 CDC也喊从越多人施打越好 呼吁打过的人把疫苗留给还没打的人 建议大家尽量到12周 因为我们的专家建议8到12周 那时间长其实对他疫苗的效果也是相对的好 除了针对医护人员老一辈的长者 或许也要当心致命胸腔内科医师苏伊丰 在脸书贴出一张统计表 等于这几天的染疫者 40到59岁有628人为最多 60岁以上则有584人占三分之一 所以整个40岁以上占超过三分之二 那我们知道年纪越大 就越容易变成这个重症 甚至死亡率都会增加 我们就看到重症比例增加 当然会排挤掉我们的医疗资源 担心重症患者冲击医疗量能 全台对抗疫情各年龄层都不能轻忽 TVBS新闻和副华六听听才报道